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Nature Antam 賽馬的時間 很快回憶一下上次賽馬日的提供 上次真的可以說慘不忍倒的形容 三隻Nature Antamu 第一場寶貝爾 表現略失望過魚比比魚期差了一點 可能是否已經嚴短呢? 繼續留意一下 第二場佔順明驅 田太安明顯不想太落後 但早段用多了後面貫注不到 很明顯的一隻馬 都是要繼續觀察這些泥地千言馬 不要因為輸一場而不理 海龍高出賽肉馬就流鼻血 第九場綠寶已經出草地 有些問題就扭計了 接著直路發揮都一般 貝歷斯找位都是差一點的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上次很久沒試過 就是Nature Antamu 高出賽肉馬全面站 今次希望支持近乎勇 不說Nature Antamu 主要說兩隻高出賽肉馬 就是第四場活力勇士 第八場擁抱所愛 今次我會講四隻馬膽 一段片講完四隻馬膽 看完八場排位 有四隻我覺得較為吸引和穩慎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三隻都是大熱門 一隻就是第三熱門 今次選一些熱門 因為希望重振一下士氣 不要因為上次掩蓋了旗 今次重振一下士氣 四隻馬膽第一場 二號余目春風 先不要講一隻馬 先講一下余目春風 鄭俊宏和潘頓的合作今季 大家知不知道 今季只是合作六次 三冠一 不是無的放肆 總之潘頓騎得鄭俊宏的馬 不是無的放肆 這隻馬 余目春風 近幾場又開始佔入街境 大前仗 我講到很醜的那一場 就是輸給四隻前要一起的 勁勇、威龍、同威、金潮、金霸碗 第五曲於明驅 第六就是余目春風 其實這場大勢而去 我都講到 明驅和余目春風 都不斷移 後面都沒有什麼用力 前一場國能 回到黎尼千百 就開始表現好了 上一場谷彩650 我覺得1650 余目春風一定是嚴短的 繼續都可以 算是少少不太用力之下 跑了第三回 輸給前面的軍資承諾和長江寶朝 不是太用力的情況之下 跑了第三回 所以這次潘頓騎上去增程到千百 九檔都OK 合適沒問題 我覺得千百米有善人搏位 潘頓這麼聰明 同場其實對手都不太突出 這隻馬做為夢贏 第二場傅曼嘉 上次也說了聰明馬膽 傅曼嘉表現是 不要先說上次 先說前那次 先說前那次 他放得很順 只是輸四分三萬位 他被超了一班聖得精彩 聖得精彩 聖得精彩再出再營 上次 毛顯東就進退 失去一點點 又不知是否想蓋過華美公主 又不蓋過 結果全程走二跌 被華美公主燒 燒完之後華美公主贏了 他自己就沒氣了 回不了氣 那就跑了第六 輸三目半馬位 非常不滿意毛顯東的發揮 這場當然是配毛健東 但是你又要再看華美公主再出 是怎樣呢 再贏 那就 是水準高的 傅曼嘉 這場好像快馬不太多 希望這次真的順利盲蘭 順利盲蘭 我覺得都是在慰望的 傅曼嘉 第四場和第五場都是同一類型的馬 第四場肥仔威威 現在三點幾倍 因為潘頓其實是活力勇士 他撕了一分就三點三 如果潘頓期就是2.1 我想 那臨場都是2.8倍左右 那 2月20日的賽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比較利根前 那我講回五六七八場 通常是隔離扣 第五場極出狀馬一放回來 破了紀錄的時間 只是僅僅萬個天下圍攻 那第七場小李奧牆 黃隱先鋒跟前的 一起回來 第八場 有備而來 是跟前少少的 守第二位 一直回來 那就 歡喜心發日報後 那 講回這隻肥仔威威 萬里糕是跟第二位 跟前少少贏 肥仔威威落後很遠之下 撲上禮 一整天賽事 沒有一隻馬落後那麼遠 撲得那麼厲害 上禮 那 今場 雖然由潘頓變成史曉鋒 但我想史曉鋒也不太頑皮 也不太頑皮 三檔也好跑 那今次 有隻活力勇士 最初他排十二檔 遮不到陰 如果他排五六檔 我想是熱會熱很多 肥仔威會分多幾塊 但是 這隻馬也是要的 去到第五場 剛才提及過了歡喜心 又是 整天 都是你前置 歡喜心 又是較為後 的位置撲上來 上次雖然是外擋 但是潘頓是留到最後 很有心思考 那這場馬 又是對手 都是一般 我不覺得有什麼突出之背 現在這個賠率是 忽微了少少 但是 我也有贈人告訴大家 這隻馬 和肥仔威威 當日非常前領之下 兩隻都是後上 跑得很接近的馬 一定要留意 還有歡喜心 說起來 今季也是表現得很穩定 這幾場全部表現得很穩定 前一場輸給那隻 叫什麼馬 安琦 安琦再出再贏 所以也是 集所有 有利條件於一身的 這些馬 所以四隻馬膽 明天大家參加 一二四五場 分別是第一場 余木春風第二場 庫曼加 第四場的 肥仔威威 第五場的歡喜心 三隻大熱門 一隻是第三熱門 讓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的Netschamp頻道 按一下訂閱 或者訂閱 以及按一下鬧鐘 在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我上載新影片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